Odia Jungle Odia Jungle Odia Jungle 邱吉尔林中贤 露出笑容 幽默地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去见上帝 不管上帝是否已准备好了酷刑来质问我 说完 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任总统的罗斯福 在生命最后时刻 对身边人说 把房间的灯关了 当房间按下来时 他离开了人间 屠住 周总理和邓颖超敬爱的周总理 迷流之际 从昏迷中醒来 看看身边同志 用弱的声音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 快去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家孙诺林中贤 用尽最后一丝力量说 我热爱中国 二屠住 罗森堡纳粹理论的电击人 东方部长罗森堡 其著作种族论 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 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受刑时 他表情木然 问他是否有疑言时 他说 没有 牧师在问他是否需要祈祷 他说 多谢 不必费心 罗森堡致死 也没有悔罪 屠住 东条英姬 新华日军甲级战犯 二战甲级战犯 素有战争狂人之称的东条英姬 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他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 日本投降后却没有勇气 以武士道的传统方式剖腹 后开枪自杀累穗 1948年11月23日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执行绞刑 临此之际 他喃喃地说 真遗憾 当初没有自杀死 1944年10月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为拼死 挽回颓势 海军少将大西龙智郎 召集航空舰队金华 一人一击 一弹一剑成立神风赶死队 其实这些队员大多都是青年学生 平均年龄只有16-17岁 从神风赶死队起飞后的 无线电通讯记录看 特攻队员临死前大多 撕心裂背的吼叫 高声痛骂那些 让他们去送死的人是混蛋 也会哭着喊妈妈喊恋人的名字 而真正高呼 天荒万岁的寥寥无几 三屠柱 人生第一次喝茅台酒 没想到却是壮行酒 1986年10月 拦戒毙行动战斗打响前 有突击队员提出 想喝一次茅台酒 军长钱树根得之后 下令千方百计满足 出征前 一位突击队员 接过前军长敬的茅台酒 一饮而尽 他瞪大了眼睛道 人生第一次喝茅台酒 竟然是壮行酒 没想到 他的第一次 也是他最后一次 屠住 诺曼底战场 1944年6月5日夜 诺曼底登陆前数小时 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 来到纽伯利附近的一个机场 为即将参加战斗的 1.3万名美国散兵送行 离别时 艾森豪威尔向士兵们敬酒 战士们一饮而尽 等着我们凯旋 艾森豪威尔默默出力 泪水盈眶 他知道这些士兵80%都会死去 恶劣的天气和德军的火力阻击 使很多散兵还未着陆 即落入大海被淹死 有的落入泥地陷阱 有的落入德军布置的雷区被炸死 有的降落到了滩头 却又被德军打死 一名叫约汉逊的战士临死时说 我好想我妈妈 我好想能再喝一碗妈妈煮的辣酱